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辞视频 中国的法院就在15号正式判决一名在美国的华人侨领终身监禁 很多人可能看不懂了 怎么回事呢 侨领不都是亲共的吗 不都是统战组织吗 怎么它会被中国政府判无期徒刑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15号苏州人民法院宣判 78岁的男子梁承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判处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人民币 官方媒体把梁承运的个人信息全部给曝光出来了 说他是1945年5月1日出生 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并且拥有美国护照 拥有美国护照的意思就是他是美国国籍 是美国人 但是他同时又有香港护照 他又是香港人 那香港被中国统治 香港人的身份证上面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他等于是中美双重国籍 但是问题是你只要拥有香港的护照 你就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香港人 也就是中国人 所以你的美国护照 英国护照 任何国家护照都不好使了 中国政府根本不承认 因为中国政府的官方的说法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所以他只认可你所拥有的香港护照 但是在1997年之前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而英国是允许双重国籍的 所以很多人拥有香港护照 拥有英国护照 甚至还有美国护照 但是中共1997年获得香港之后 很多人还保留这样的一个习惯 所以呢 梁承运作为美国国籍 同时又是香港人 他被中国逮捕 然后判刑 可能美国真的还帮不上忙 因为中国会不承认他的美国国籍身份 只认可他是一个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我们再看这个人的身份就很有意思 他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主席 同时还是美中友好促进会会长 在网上也有他参与统战组织 参与统战活动的照片 包括他参加美国华盛顿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活动 还有他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和前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杨洁篪和有 而且他还去了江苏的连云港的一家眼科医院 这家医院还挂出横幅 热烈欢迎美国华侨梁承运主席 还有另外一个叫陈卓教授 历临我院检查指导工作 我不知道他到一个眼科诊所去指导什么工作 还有他参加休斯顿春晚的活动 横幅上还有两岸三地一家亲这样的统战话语 关于梁承运的介绍 有一篇文章写的比较详细 这是2004年9月8号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的一篇报道 这篇文章讲到梁承运出生于香港 现居美国 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市中国公司董事会主席 美国粮食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 美国俄克拉荷马市广州市友好协会主席 以及俄克拉荷马东南州立大学文化交流事务主管等职 说他16岁赴英国受教育 后来到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担任公务员 说他热爱中国 拥护中国统一 积极推动和开展中美经贸和文化交流 多次邀请和安排美国地方政府主管经贸的官员和外国商人到中国考察投资进行合作 并促成美国蔬菜研究机构与北京农业局种子公司开展了农业技术合作 还多次热情接待中国赴美考察的团组积极为中国企业对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 后面还讲到了1999年之后梁先生着重策划组织中美文化交流活动 说他的努力得到了中国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充分肯定 多次作为美国的杰出华人代表受到中国领导人访美式接见 最后还有一句 强大的国家是我们海外赤子的靠山 我们虽然身居海外 但时时刻刻心系祖国 新联 乡亲 家园 网上还有一张照片 是他组织在美国的一个活动 支持中国通过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 他的背心上写着 台独是绝路 中国必统一 我们看他的履历 这是很典型的在美国的一个遭到中国统战的桥领 所谓的中美文化交流 牵线搭桥 他就是赚两边的钱 赚美国企业的钱 赚中国官方的钱 帮助美国的企业拓展在中国的市场 同时也帮助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 那么同时他还充当大外宣统战的工作 最新的一个政治表态是在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当时梁承运他所在的这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发表了一个声明支持对香港的镇压 所谓坚决维护和支持香港落实国安法 还说支持惩治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他说完这个话没多久 他自己变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为共产党 为这个所谓祖国卖力 怎么就突然被抓起来了 被判刑了 而且还是这么重的刑罚 无期徒刑 那他充当了谁的间谍呢 中国说他是间谍 那很明显就是美国的间谍 对吧 但是我们看他过往这么多年 其实一直在充当中国的间谍 那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他是一个双面间谍 他表面上是一直跟共产党走的 一直是帮助共产党的 但实际上他私下已经跟美国的官方有过勾连了 就是美国官方已经把他给策反了 他虽然表面上是一个侨领 是一个同战组织的侨领 但实际上他会把所有的信息报告给FBI 报告给美国官方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可能的情况 之前那些侨领组织活动不是去抗议蔡英文吗 我当时就说了 说这些侨领 这些抗议蔡英文的人员里边 就有通风报信的 就有私下把这个收了多少钱 对吧 怎么组织的整个流程都汇报给美国的FBI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当时说的话 而且最近在加拿大发生的情报局的报告曝光 说中国渗透加拿大的政坛 这个事我不是也讲了吗 情报局的信息怎么来的 也是那些侨领 那些华人统战组织 那些知情人士透露给加拿大情报局的 所以说很多人是充当双面间谍的 这些人本来不需要充当美国的间谍 加拿大间谍 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中国的间谍 但是当他们被美国 被加拿大 被当地政府盯上之后 他们就有可能转过头来 把他们获得的信息全部告诉当地政府 毕竟这些人都是胆小怕事的 他们充当大外宣 去替中国做统战的工作 也只不过是为了钱 你说他们真心的爱祖国爱人民吗 他们谁也不关系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要不然他们就早就回到中国了 对吧 他们这么爱祖国怎么不回中国呢 说明他们不是真心的 你要真心的爱祖国 却要千里迢迢 背井离乡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 所以我一直在讲 离岸爱国者不是真的爱国 他们只是嘴上爱国 心里爱的是自己 其实心里爱自己很正常 我们都心里爱自己 但问题是我们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表面上还在支持祖国 在支持共产党 但是自己却远离这个国家 你真的关心自己的祖国 关心自己的祖国的人民 那你应该为他们说话 特别是为那些受到欺压 受到剥削 遇到困境的那些人去说话 但是这些人对此视而不见 却在不停的拍政府的马屁 拍中国政府的马屁 所以很明显这些人都是利益驱使的 那既然他是利益驱使 就不可能忠心耿耿 只要这些人被盯上了 被情报局啊 什么联邦调查局啊 去approach 这些人很快就会招拱 所以说我一直在讲 在西方国家这些统战组织 他们被当地政府都盯得很紧 过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是开始逐渐的挑一些人去打击 我们看到最近在美国不是起诉了两个侨领吗 全部都是什么合并统一促进会啊 什么这些统战组织的侨领 但是如果你被approach了 被美国找到了 然后你说我愿意招拱 我把所有东西都告诉你 那可能美国先不起诉你 如果你愿意去充当这个污点证人 或者说双面间接的话 我相信梁承运就是这样的 如果他不被中国抓 他也会被美国抓 总之他会被一边抓 你先干这行 游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 而当这两个国家又陷入冷战的时候 那这个所谓侨领工作 所谓做中美交流工作 那必然就是一个高危职业 所以当我看到中国政府抓了梁承运 判了无期徒刑之后 我完全无感 对他一点同情不起来 你既然干这个 你就要知道 共产党在利用你 他希望你对他忠心耿耿 对吧 但是当你背叛他的时候 他会恼羞成怒 你做美国间谍 把中国的信息套入给美国 可能还不会终身监禁 但是就是因为你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共产党 现在你叛变了 所以才终身监禁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就是这是一个对他的惩罚 你是个间谍 我判你十年也就算了 但是你是共产党自己人 然后却充当外国的间谍 你做一个双民间谍 这个危害是更大的 所以共产党必须要杀一敬百 要对他施以重刑 当然对于一个已经78岁的老人来讲 你是判20年 还是判终身监禁 意义已经不大了 我希望他能够在监狱里 好好扪心自问一下 过去这么多年 他获得了多少好处 当你为了利益 追求利益 不顾一切的时候 那你就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所以中共政府对梁承运的重刑 也是给所有的海外所谓侨领一个警醒 你在海外为中国政府办事 那你就一定要面临被美国 被当地国家起诉 要有牢狱之灾 而你不想有牢狱之灾 你害怕FBI盯上你 然后你跟他们合作 你把你过去干过这些事都讲出来 也许确实能够避免美国政府 或者是当地国家对你的起诉 但是在中共眼里 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那这时候你还想两边跑 以为中国政府不知道 那可能就要倒打没 而中国政府就在给你释放一个信号 不要充当双面间谍 你只能充当中国的间谍 可是美国呢 美国抓那两个侨领 其实也在释放一个信号 你要充当中国的间谍 你就没有好下场 所以统战组织 统战侨领被夹在中间 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所以在这种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下 这些海外侨领们 应该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 他们最好的归宿 就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活 好好忏悔一下 远离政治 不要为了眼前那点利益 去说违心的话 去做恶心的事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可以打开节目更新的提醒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